好 在網路上您看到呢 這是流傳一份是來源不明的總府公文圖片 說4月16號開始 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產生的部分污染水 會交由台灣左營基地跟大樹污水處理廠聯合處理 好 但是要帶大家來看一下仔細這個看看公文內容 發文的日期4月16 但是15號網路上已經流傳了根本是一張未來公文 另外在內容還出現簡體字 總府翻人說 這樓傳圖片內容都是造假的 是不折不扣的假訊息 如果有任何受害都會求償 而在相關消息後 我們相關的部會有表示反對 並且也對於相關的機關 包括日方 我們都表示我們的態度和意見 一定以保護國人保護漁民保護漁產為第一 日本現在打算把福島核廢水排到大海 引起了大陸 韓國是強烈抗議 但是我們的蔡政府不但沒有表達抗議 再看一次大陸對日本用這些語句 就來比一比福島牌核廢水 總統府用語是表達關切 行政院則是表達反對和憂慮 從上到下蔡政府沒人敢批 日本抗議兩個字連提都不敢提 更別說謝長廷甚至反過來 駐日宣傳和廢水可以擱引爆質疑 網友也氣得湧入謝長廷臉書 質問他到底領哪國薪水只會關切 連抗議都不會講是田日嗎 還要求他直播隔核廢水的畫面 但謝長廷全部無視 臉書繼續關心台日隔座 更PO出與日方揮舞加油棒的熱弱場景 與國內輿情沸騰畫面 彷彿平行時空 知日代表領公堂要排核廢水的日本 他沒罵卻反過頭質疑 罵他的台灣百姓納稅人的稅金 如何繳得甘心 結果綜合報導 日本將在兩年之後 把核廢水排到大海當中 在周圍各國都反對的狀況之下 你看到這一位就是我們的駐日代表 謝長廷還在幫日本緩夾 對此媒體人挪有志就炮轟 根本就是無恥型代表 也擔心台灣被邊緣化 謝長廷這種無恥型的代表 才會自己講說我們可悲 是他可悲 可悲啊 他自己在那可悲啊 竟然跑到人家那邊去做大使 然後還做成這種跪在地上舔日大使 我覺得台灣真的沒格了啦 然後到美國做的呢 就是幫美國做傳聲筒 台灣怎麼硬得起來 好 各位 這一波我很擔心台灣會被邊緣化 為什麼 韓國一定會申請禁制 說暫時這兩年的官司 因為他要用兩年的時間 來證明他會受害嘛 然後這兩年時間 日本先不能到 我跟你講 光韓國一個國家去上述國際法庭 做不到的 韓國一定會做一個什麼動作 聯合從俄羅斯 中國大陸 台灣 菲律賓 整個沿海這邊 整個他一定會去要求大家連署 因為國際法庭不是你一個國家說了算 旁邊大家要互相支援才有辦法 如果這整個代這樣連下來 只缺日本合不合理 本來就是啊 因為他是被告的嘛 但是另外一個缺的是台灣 你會不會丟臉 我們會不會被邊緣化 因為我們現在舔成這個樣子 韓國如果來找你的時候 你敢不敢簽 要簽連署的時候你敢不敢簽 我相信你不敢簽 因為你簽了之後就打臉 加上縣長的挺態 一定會阻止你簽 然後到時候真的要上訴 還簽了 現在連重話都不敢說 對 到時候台灣是不是 怎麼敢做什麼動作呢 對啊 到時候整個島鏈 是不是我們又空掉了 我們是不是又被邊緣化了 我相信大家就會被指出認識的 會不會被你碰到 是不是很努力 對 到时候 一會兒要請來 我們會不會被解決的 大家可以去照顧